好吃并没有什么秘密 简单的传承 代代的 解放前都这家的了 很多代了 全成了真的很多代了 早上六点半到晚八点 每一天都是 基本一年都是 衣面 煎气招牌 历史悠久 进店的你选择坐在烤窗的位置 还记得爷爷最爱吃的牛腩衣面吗 过油后的面条松软却不沾眼 牛腩快快熬得凌软又入味 爷爷点完后总会单独加分肥肠 慢悠悠地迎接 谢意的早晨 很长时间了 我们附会的薯领有的 很明显的 因为衣面 广州现在没有地方可以吃到的了 我觉得可能是这家是最好吃的一家了 煎气独特的酱汁用了几十年 说起来你也真是从小吃到大 有时候越是简单的东西 越能让人印象深刻 就像这衣面 多少与你相坐实面的人 有身处和病 但只要煎气衣面还在 你就会记得那些故事 每次回来都算做一次温习 因为以前也是在这里吃开的嘛 现在因为搬到河滑那边 有机会回来 常常都在这里吃开的 我叫做以前在这里长大 今天带小朋友过来 带他重温一下我喜欢吃的东西 因为以前小时候我吃过衣面 但是后来那些就 因为那些原因就没做了 现在一直在这里 搬着搬着搬着 附近很多都不见了很多 那我们就尽自己能力 观察一下它 可以希望它继续下去了 好吃并没有什么秘密 简单的传承 呆呆的